这皇帝真是个糊涂蛋啊 找我大哥去做女婿 让人家正经夫人去做妾 皇上的女儿就这么金贵的吗 品威 我告诉你啊 我刚可听见了 什么圣旨 什么围妾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将军 已经把圣旨上的事都告诉我了 皇帝招他当驸马的事 他自己也是不情愿的 我愿不知此生难道注定 要孤独终老吗 我宁可辞官回家 也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更不会让你为身成亲 子人 你不必辞官回乡 你还是应该去当你的定北侯 功名利禄什么的 我根本就不在乎 可是违抗圣旨是大罪 我们要让皇上自己收回成命才是 你要把我送回扬州 这是何业 要你把我送回扬州 这是第一步棋 要干爹干娘暂不回临州 这是第二步棋 至于这第三步棋吗 那可就要看袁大将军 你自己的了 这瞎眼老太被追杀了那么多年 未保性命 说不定现在已经换了一个身份 不再是乞丐 请问一下你们暗中有没有一位瞎了眼的师傅 你说的是陆璇事态吧 晚辈姓齐 临州人 家中排行第三 阿尾施主认错人了 没想到这个老太婆竟然躲在这儿 杀了灭口 你 痛吗 不疼 七天来 被人欺负说不疼 被人打眼说不疼 这么大的口子你说不疼 你在我面前不要装了 都怪我 没有保护好你 吏部侍郎 文采非凡呐 这第二个是武状元 叫刘大力 力大无比呀 还有这第三位 吴大学士 山西太原人 这些我统统不喜欢都拿走 这选驸马可是件大事 唯母看准了就行 大将军原部驱 御敌有功 特赤丰围 丁北侯并赐婚与昌平公主 奶奶并不相信 季敬堂所说的 捉贼拿赃 奶奶不信 我们就把证据 摆在她面前 对呀 这季敬堂是受害者 奶奶不相信 但若是把虾眼老太 找来做人证 岂不是铁证如山 奶奶自然就信了 江湖九流聚兄弟 出门在外靠朋友 顺风耳千里眼 欲寻宝鞠 找马眼 诸位兄弟 你们可否认识 一位虾眼老太 年约五十岁左右 朋友 这单生意 我做不了 我们再找一位虾眼老太 想必以您的神通 已经知道他是谁 在哪儿呢 在哪儿的吧 江州 有一位虾眼老夫妻干 我要你带着兄弟们 除掉他 我们兄弟二人 可是赌上了全部身价 若是您输了 你这半个逍遥楼 以后 就归我们管了 我耳抱神敢输 你们两个外地来的小子 敢拿吗 我想让奶奶尽快知晓 柯史昭 在激净堂父母身上犯下的恶行 恳请三公子 早是为我九泉治下的父母 报仇深渊 听说你要出门啊 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 才让我 去收了那伤好 这三少爷 一向不过我们生意上的事情 这次 都是怎么了 搞不好 这一次 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 天道 往地 若那 牛肉啊 不蹭 死 这个戏是不错 就是太苦了点 这个戏叫什么来着 叫丁狼恩仇记 奶奶 您有所不知 这位丁狼可是确有其人 这出戏也是真的 你的爹娘 死得也太惨了 那戏里的周氏镖 是借刀杀人 可那江州的周氏镖 是用毒计骇人 这戏中的丁狼 实是激净堂 不过这戏中的周氏镖嘛 是谁 那戏中的周氏镖 不是别人 正是来自江州的 柯氏昭 他是来告氏昭壮的 眼泪啊 激净堂的事情 你不要再管了 冰雁姐姐的镜矿 是否安好 冰雁她托我 把这水晶雁送给你 却把原部驱 聘你的碧玉剑 留了下来 她挫驾到荆州之后的 镜矿嘛 便不言自明 外打正着 各有其处 这就叫 鱼配鱼 虾配虾 我是你师父的发妻 您到底说了什么话 把师父吓跑了 就一句话 什么话 你有种 却别踏进我书家大门 你 按照军规 女子私入军营 斩 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 本将军难辞其咎 来人 原部驱 军过一百 将军有心事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又觉得他特别面熟 我问他 他跟我说我们在校场见过 我在马上 他在马下 可我知道不是哪一次 熊兔脚扑朔 瓷兔眼眉离 双兔棒递走 安能辨我是熊子 若渡兵你是女子 可原讲 这是将军夫人的私警 力当还给将军夫人 无论是否上座花椒 我原不屈 心系我有一人 便是你杜兵燕 兵燕啊 你的水晶燕呢 当初我可是用你的名字 花了大价钱 请人打造的那只 名贵的水晶燕 你怎么没戴上呀 你这是干什么 回杨州去 我根本就没有水晶燕 大不了我就说我是李渔湖 不是什么杜兵燕 我不要什么大家归宿的小女子 我只要你 李渔湖